今天我們要來玩的就是 孤輪 工商時間97日馬 跑三樓 德國有肌棉超輕膚T恤熱賣中 在蝦皮衣上架 大家好 我是小魚 今天我們在室外開場是一個很特別的 今天我們要來玩的就是 孤輪 這個是就是有借到一些私人場地 這都封閉道路都沒有車 孤輪的部分呢 平常看到我的話很少在孤輪 因為基本上我們不是會孤輪的人 有些車是動力太大 那就是改太兇而已 所以他自己浮起來 不過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在路上孤輪 真正推孤輪的 我們有找了一個小一 大家好我是小一 孤輪站起許小一 他是有在玩一些特技 一些孤輪的 那我們當然請這個比較有在玩的 幫我們教學啦 那我們今天就拍一個教學片 我自己呢 因為都是精裝車 精裝車不建議大家使用 故人必有風險 有賺有賠 請享樂公開說明書 所以說呢 我是找了這台QC 就是本店最陽春的QC 雖然那個板娘已經在死眼射給我了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們拿QC拿來做練習 那練習完以後呢 之後要改 再來改就好了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孤輪的秘訣啊 跟一些前置作業 記得 不要在路上孤輪 不要在道路上孤輪 然後再來就是 正常要穿裝備 我們等一下會穿裝備 小一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說 像練習的時候孤輪 建議要像你也有叫我準備一下 車子的相關的怎麼樣去籌備啦 例如你說跟我講說要拆一些尾燈是不是 因為 孤起來 孤出要拆掉 對 因為會折到一定會 你要嘛不拆的話就整個盒都爆掉 哦 對 然後尾燈 你要拆啦 扶手咧 扶手其實可以留著 因為後面如果你QC 如果要做戰孤輪可以拆 這就很方便 因為剛好靠背在 是把它鎖在一起 我沒有把它分開爛 我是怕靠背被你們弄爆了 所以我們暫時我就直接整組拆掉了 還有大概是什麼嗎 煞車 其實這個煞車都還要再調緊一點 後煞車很重要 對 可以講一下說大概孤輪有沒有什麼一些 口訣啊或秘訣或是一些重點啊 口訣就是 只要一起來 後煞車按著就對了 你的好壞就決定在你的後煞車 就你的煞車的手感跟你的煞車力度 那油門的控制是 油門控制就是你吹下去之後 車子起來到平衡點油門就是唯空 你高度越高油門越少 就會感覺就是 不用補什麼油門然後就是一直前進 所以油門其實控制上面是不用太過於離譜 不像一般外面動力這樣 啪啪啪 我們都是用動力推我們沒有身體再拉啦 所以油門反而不是特別的重點 反而是煞車才是重點 對 他們那種磨後殼以後再回來 是靠後煞車回來的 對要收一點油 就是已經過半 它已經過半 因為如果在過半之前的話 煞車跟油門是平衡的 對平衡的 其實有一些人他直接起來 他剛好抓到平衡點就是煞車都油門都還好 過頭的部分通常都是靠煞車在救的 對靠煞車在救 就算你要磨後面也是靠煞車放速度去磨 國外有一些片是磨到底再定回來 那就是靠煞車的 對 也不是前煞前面沒用 其他上面就沒有什麼 其他上面應該就頂多就傳動吧 一些調整讓動力更好估而已 最後我想在開始之前問一下說 這一個大家最難克服的就是起來這個點 起來這個點的平衡大概有沒有什麼大約可以 像你一開始在練的時候 直接練嘛對不對 對直接練 能多高就先多高 後煞車一樣丟著 高過頭怎麼辦 丟車啊 二話不多說 不用浪費時間了 我們先開始 開始前我們先讓小一表演一下 那我去著裝 再請小一教我們 好 おっ 你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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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 吹太多它就殺不住了對不對 吹太多它就往前衝了 這樣抓 這樣不好哭齁 一定要這樣抓 兩尺或一尺 吹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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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抓到喔 煞車後面太低 等一下就會出來就跑 等一下就會出來就跑 等一下會很丟不住 後煞車標準 撐住喔 然後你左腳上去 看起來會撐住 直接人上去撐住喔 對人上去撐住 等於是說從這邊開始撐就對了 對從這邊開始撐 然後左腳上去 有辦法 我想一下 右腳上去 那應該要先轉吧 沒有 右腳上去 撐得去嗎 撐好了 輕輕補油門 所以手要撐住 對撐住 不然你 右腳上去 你右腳先上去 坐著 對坐著 這就是你的高度 喔 然後補油門 輕輕補輕補 然後補 然後放煞車 等一下 然後坐著 現在也沒坐下去 對 很難對不對 還蠻滑的 脆脆脆 有沒有就是這個感覺 補 補多一點 然後補多一點煞車按著 車車掉下來喔 再多一點 大家可以圍動 幹什麼 對這已經快到頂了 平安點在這裡 所以平常根本沒有到平衡點 沒有啊 連一半大概左右而已 所以要估到這麼高喔 平常我們看得到路的 就都不是 都不是 看得到路那個都還不到高 那只是速度的平衡點 不是慢速平衡 慢速平衡就是這樣 就是很慢的 那你速度平衡就是再下一點 你坐著的時候 兩眼是從這個地方 是看得到前面的 就是儀表前緣 是看得到前面的 所以一般速度的話 還有在第一 這樣 對 就只能坐在這裡 然後就這樣 要不要體驗一下 一驗雙人 大家跟我們講 一時尋找人 現在先吃 現在原地起來了 只能輸 原地直接起來 不是要是要先騎 就是 在直接定住 不然可以定住 就是暗殺車子啦 左腳太低就算左腳太低 這個保護一下 抓不到 打斬菜 固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Gig 你懂為什麼 就一直攪起來 你就知道大概是這樣 看不到數了 是要這麼高 撞球 你哪隻手是不是有點害怕 踩著這裡 這個 踩這個 下面那個 那不用不用 趕快看鏡頭 3 2 1 放手 趕快看鏡頭 好 那我們剛剛大概練了兩個小時左右 孤兒沒那麼簡單 就算大家知道我騎車騎的野 我現在將近快40歲 騎車騎的野就有20年以上 孤兒其實沒那麼簡單 我現在剛剛那個 也只能把它抬起來 還是沒辦法完全叫孤兒 其實這種 在他們的認知 叫做斧頭 叫做孤兒 這孤兒是要有平衡 然後持續 低速跟高速的部分 高速是比較危險一點 剛剛有看到我們高速的 一些雷彈的畫面 那當然低速的下來就是 屬於比較大力的倒車的狀況 其實後來畫面沒有看到我們用QC的原因 是因為後煞車的問題 我已經讓他測試 讓惠姑德測試 不是說我們這種亂姑德人在那邊測試 測試的結果 駱車力道不好 而且會熱摔 稍微煞了一下以後 它的熱摔就沒有辦法有煞車了 所以這個駱的部分 後來就QC失敗 原本講說 把老闆娘QC摔壞了 再把它大改一次 把240RRGS法郎頭炮管 然後老闆娘就把我煞掉了 那還是借用它的雷霆 後來比較好煮 這是原廠車 對對對 其實雕雕傳動 速度慢就可以了 那其實反而是低速的 可以轉彎啊 這種特技反而是比較難的 整體平衡很重要 那你有在開班授課嗎 目前還沒 現在就是免費教學 能先教就先教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找這個 孤輪再起徐小儀 我有看過它的影片 看影片跟真實差很多 它的影片我都看過 可是呢 實際上下來呢 摔有迷你摸 我們是有穿護具 所以其實都沒有外傷 都沒有事 可是我剛剛下來的時候 膝蓋有稍微被車壓到 還有勁到 所以現在膝蓋有點痠痛 今天最少 我已經把 平常的那個高度 稍微抓到了一點點 其實我們平常的骨頭 我根本高度不對啦 還沒到那個平衡點 平常就只是所謂的 叫做小小骨頭而已 頭跳了一下而已 真正的水平點 平衡點 其實高度是非常高的 其實要看到大燈才對 看到儀表 那都還不算是平衡點 他媽的只有修車 這樣子在修的時候 才看得到大燈 怎麼可能會平常看到大燈 好啦 那今天小小的孤輪教學 就到這裡 沒成功 下次我們有機會 我們再請 徐小儀一起出來練習練習 謝謝謝謝 我下次會再準備一台車 再來好好練習練習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小鈴鐺 記得去看一下 徐小儀的孤輪再起喔 掰掰 好了 我們練習完 孤輪了 這一群慘淡的人 你們走路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是要拉高不是拉快 因為你平衡點沒到底 因為你平衡點沒到底 筋再快也沒有用 欸 我幫他扶一下他腳壓力 都不能上班了 今天大家都 接工球 今天我修車的意思嗎 今天我修車的意思嗎 YES 3 2 還可以 在這時候 你要往往下 然後往下 你會把你拿出來 你還把人家怕蓋開 這個地方 用在這間 要知道 真的 這個地方 哎呀 我的麻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